拜登現在成功把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打成超級背靠背 然後這禮拜的關鍵就是 普丁什麼時候來中國大陸呢 來看到傳出5月15號到16號訪問北京 討論議題包括經濟、金融、區域安全 這相關的問題 大陸外交部也有最近說法 說很重視中俄兩國元首 的關係 但是他還是有餘帶保留 我們先來聽聽看 大陸外交部怎麼說 今年是中俄建交75週年 中方高度重視 中俄兩國元首外交對於雙邊關係的戰略引領作用 兩國元首一致同意 繼續保持密切交往 確保中俄關係始終順利穩定向前發展 普丁如果真的來中國大陸的話 亮哥你怎麼看 有哪些合作可能會引發大家討論 尤其亮哥不斷提起說 俄羅斯是非常認真想要去美元 就非美元支付的這一塊 尤其是金磚這些的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部分一定會談 一定會談 大概八九月金磚會議就在莫斯科召開 那 我認為他一定會跟他講 科技產業合作的部分 是 因為 普京未來六年 科技創新就是一個重要的項目 你不可能都在談戰爭 OK 基本上 你看他戰爭現在國防部長都交給經濟 經濟學生 經濟掛帥 不我覺得這個就是快收尾了 不然一般不會這樣做 快收尾 所以才換算 就是認為基本上他已經佔上風了 那他 可能是覺得過去的 國防預算太浪費 所以就要介入做一些管理 然後他的經濟 有很多跟軍工產業有掛鉤簾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想到可能要做一些經濟上的處理 就是說 杜絕浪費是一個 對 那當然也包括 邵一谷是軍方出身 是 那是不是你對反腐就做得比較不周 之類的 所以我是認為他第一個應該是 會跟中國大陸 希望他要在科技產業上 能夠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對 比如說蓋科技園區 對 建科技產業研究院 中國大陸肯定會有一些 比較 比如說你看他去匈牙利 他就直接把電動車相關的公司 帶過去 基本上就帶過去 所以我是覺得大概 這個應該是他首要的目標 經濟 科技 那軍事跟那個外交佈局的部分 因為有一些基本上已經建立了 比如說金磚 或者是這個歐亞聯盟 或者一帶一路等等 基本上 大家都已經很有共識了 那有的大概就是軍事合作 那我認為在太平洋艦隊 還有如何中俄聯手 去因應美日升級版的同盟 美日安保 美日安保 這個應該都是重大主題 那至於像金融面 我覺得那個就是水到渠成 這種事情習近平不會 講到那麼細 不會講那麼細 對啦 因為李強還比較是 而且坦白講 中國大陸有他自己的路 因為 因為 俄羅斯的貨幣蘆布在國際上使用也不多 對啊 所以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有更大的佈局嘛 所以 比如說中國大陸也在搞那個 Am Bridge 對不對 那個俄羅斯幣沒有在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吧 就是 然後西伯利亞計劃應該會談 就是 我覺得會具體 談第一期要做什麼 是 因為大概 總的 金額大概談定嘛 比如說1600億啊 然後第一年要做什麼 這有點像 中國跟伊朗那個25年計劃一樣 2500億的這個計劃 那那個也是一樣啊 就是要第一期 第二期這樣公佈嘛 對 那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 不可能跟俄羅斯在俄烏戰爭 才一樣的立場 對 因為中國大陸跟烏克蘭也是不錯 也是不錯啦 那中國大陸那個 和平的那12點聲明 已經講到尊重主權完整 第一點 所以他 他這一點上不可能跟俄羅斯一樣 那當然他 我認為習近平會把馬克龍的話帶到 就是奧運停戰 對 奧運期間停戰 因為 馬克龍所講的奧運是 包括夏季奧運跟 我們台灣叫做 長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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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夏季奧運是到8月11號 那長澳是後面又接著 是818開始 所以這個時間蠻長的 就是7月26 到9月8號左右 兩三個月 對對對 就是 要俄羅斯同意這個不容易喔 對 所以也有人傳聞嘛說 俄羅斯會不會在6月趕快打 那可是我覺得 俄羅斯一定要對這個做回應啦 因為我今天又聽到 馬克龍的一個新的說法 我覺得他就知道國際奧運會不會同意 俄羅斯用國家代表隊參加啦 所以他現在在呼籲說 是不是大家都穿 奧運的服裝就好 避免這些 他只是個人的意見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種對俄羅斯 示好的意思 就是說 我不會讓你那麼 怎麼用個人身分參加啦 這樣多沒面子 那我就提這個案嘛 那看國際奧委會怎麼說嘛 是 那國際奧委會 我覺得同意的可能性很低啦 因為美國 G7還是都在裡面嘛 對啊 是 但是呢 這可以突顯出呢 法國現在不斷地地橄欖枝 然後呢 習近平主席促成這一塊 所以中法呢 會不會讓普丁 在那個關鍵 亮哥說兩三個月 有一些 停火的這件事情 大家也很關注 因為呢 你看 包括了 這一次的普丁 舊局典禮的時候 美國是沒有去的 但是法國有呢 派的駐俄大使 有到現場 這也是一個地橄欖枝 為什麼呢亮哥提到說這個 這到了舊職典禮 舊職典禮的時候他有去嘛 所以法國地橄欖枝嘛 然後澳會的時候呢 他也說希望 你剛才亮哥說呢 穿澳會的衣服嘛等等 這樣也是呢 地橄欖枝 好那這當然希望說 趕快止戰比較好 那另外來看到 當然是今天很大的重道 重點消息 就是俄羅斯換了新房長 亮哥剛才補充了 貝洛索夫 換掉了少衣股 但是呢 這邊佩斯科夫說 因為啊 我們俄羅斯的軍事預算 從GDP3 增加到6.7 以及非常接近1980年代 中期蘇聯的狀況 當時是佔了7.4 所以要實現 軍事的現代化 要更創新 然後呢對戰場上獲勝 對啊因為 現代化的軍事 一定是居民合用的啦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的 國防現代化會這麼迅速 當然就是因為 它的工業體系夠完整 所以各種科技業都有 可以找到因應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大概也看到了啦 比如說 就是我們最近 因為我今天看到 烏克蘭對俄羅斯飛彈的攔截率變低了 這個事實上可能就凸顯了俄羅斯在電戰上面 有明顯的進步 其實西方也說這種大陸電戰進 俄羅斯電戰進步 讓它很多什麼F16啊 這些無人機啊 都有受到影響 是啊 所以有人當然會說 到底是誰 給他這樣的一個能力呢 就是 俄羅斯打兩 俄羅斯戰爭打兩年 我們看到俄羅斯常常被攔截啊 可是最近 烏克蘭越打越辛苦嘛 那攔截率越來越低 那攔截率低就是保持被炸到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當然還有包括伊朗的無人機啦 覺得俄羅斯一定是很惱怒啦 說我的無人機怎麼那麼差 竟然不強啦 做蘇伊朗啦 對不對 那現在還要大量去買伊朗製的無人機 要跟它合開工廠 那如果是對比中國那就更多了嘛 因為 它大概從大疆啦或者哪裡啦 找到了 天線雷達的 比較好的3D的 這個定位技術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大概從這個角度看就知道說 未來這個居民合用 我們要把那個民 民間的科技產業發展起來 對 那這個 不找中國大陸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中國大陸也是居民非常強的 它不只是均很強 民也要使用啊 所以呢它才會帶來不同的裁員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 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使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